就是这个水上项目 要避远了 我去做一下这个大理水手的水上项目 这边是有钱人快速通道 不过现在快速多大跟普通通道没有什么区别 这边都是小朋友 我前面又是小朋友 我后面又来了一个小朋友 小朋友都不怕 那我也不怕 他让我一个人上一艘船 我本来想跟那个家人一起的 他说我不要一个人一艘船 他说那他帮我再找一找其他人吧 他终于又把我找了一堆人过来 我想一个人一艘船了疯了 我已经全部都是了 我太过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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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我跟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家庭 一个母亲带着她的三个小孩 一路上太快乐了 但是我的手机被水淋了一次以后 他就自己停止拍摄了 最惊险的那一个他没有拍 气死我了 这次我要带上我的GoPro 但是不知道还能不能遇上这么快乐的家庭 让我也变得这么快乐 因为既然湿了嘛 我就再去做一次 好 这是我水上项目的烘干机 大家都在这里烘干 这个是要收费的 提着我这双湿透的鞋子 再去做一次 刚刚都不要排队的 为什么刹那店叫排队的呢 我的鞋子全部湿了 他说必须要穿鞋 才能上那个船 所以我在这里把这个鞋子穿好 我已经对我这个鞋无语了 随便穿一下吧 这边有湿吧 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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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次 你会先拿抹你的衣裤 你会拿不着你袋吧 你别拿抹你衣裤 你会拿出来好吗 好吗 你会拿出来 你会拿出来 我看你是维持衣裤 我们找到第三者 你会拿出来 你这些座 你会拿出来 á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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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á 鞋子已经能够养鱼了 他一定要我穿着鞋子上去 然后认识了四个好朋友 两个阿坤姐女孩 两个美国小男孩 他会说会去 follow 我的YouTube 可是我YouTube女孩这么多更新 现在已经5点钟了 他叫张文娥 哇 今天我还穿一颗好开心 好 抱歉吧 还做很多时的戏 挺愿的 明天我在 特别说追上了好久了 我在大陆大陆去尝试一下 集团的项目 那我们来看看 可以在这期中间 我看到这期间 真是